有公民投票是民主國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要好好珍惜 最近台灣的公民投票四項 那其中的一項呢 就是在講愛藻礁 那藻礁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 連我都不太知道藻礁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很開心的 直接到現場桃園的發電廠的地方 看一下藻礁到底是什麼東西 太帥了吧 所以這裡是觀光區 所以藻礁就是死掉的珊瑚礁 所以我們在保護一些屍體是不是 1.1 那藻礁跟珊瑚礁其實很像 一個是動物的屍體 一個是植物的屍體 所以我們在保護屍體的概念 那一開始我的觀點是 為什麼我們要保護藻礁呢 為什麼我們要去保護一個植物 靈骨塔 但是後來才發現 欸 藻礁裡面其實有很多很多 非常豐富的生態在裡面 有什麼 彈圖魚啊 有螃蟹啊 有各種奇怪的動植物都在裡面生長 所以你把它摧毀了 它那些動物就沒有家可以住 這是我媽告訴我的 那我們回到台灣民主社會 我們有公民投票的權利 那我們要好好珍惜啊 不要去盲從 聽什麼公眾人物 或者是網路說 我們去投4個不同意 或者是我們去投4個同意 我覺得都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我們要自己動腦筋 不要去盲從 自己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就自己 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去投票 自己去蓋章 這才是 民主社會的價值 我今天在王金凱家尋寶 然後發現他的房間 如此之多的器材 包含 我房間如此的小 對 他房間超小 但他影片拍下來真的是有夠大 然後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包含這些櫃子裡面 包含這些器材 真的是不得了 一定就是用這種廣角去拍的 難怪那麼大 真是的 這就是鏡頭的騙人 就是人家那種臉很胖 臉蠻瘦 就這樣子 是嗎?人不行啊 真的嗎? 那 那鏡凱你可能要修圖修很久 好的 Peace